數位轉型勢在必行 西裝筆挺拿著發光的電子面板 台北市長蔣萬安日前出席 台北產業數位應用博染會 向參展企業和民眾熱情喊話 我們過去 當然很多的相關服務啦 諮詢 是散落在很多地方 但我們今年會把它組合起來 我相信會讓很多我們台北市企業 未來希望進行數位轉型 得到非常多的啟發 以及收穫 數位科技化勢在必行 不過中小企業缺少資源 為了協助他們 台北市政府今年成立 數位企業發展中心 提供諮詢分享計畫補給等 更首次舉辦產業數位應用博覽會 有超過30家的資訊服務業者參展 產品包含CRM系統 到時下最流行的AI軟體機器人 提供企業各式方案 我們有一對一的資訊 有專案的輔導 我們有多元的一個技術的交流 還有很多賠習的課程 不少參觀民眾待在一個攤位前 就是半個小時 認為面對面的解說 能給他們最直接的幫助 只點像說一些小企業 要參加網站的話 像說有電商平台的話 一般像阿里巴巴蝦皮 他們費用都蠻高的 那個門檻比較高 那對於一些我們小企業來講 要剛開始要經營就會很辛苦 你如果說去自己上去看的話 可能平台太多了 太多的話你可能就看得遠花撩亂 何況你可能沒有人家講得這麼清楚 北市府積極協助中小企業 面對數位時代的轉型挑戰 透過產業數位應用博覽會 及多元輔導資源 呼應企業需求推動數位轉型 然而傳產轉型的困難 仍需深入探討 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具體的策略 和解決方案 人間衛視視庭一正人中 台北採訪報導 達成或失敬 迷糊